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好,那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到 Ware Study 的執行長林軒毅先生 來跟我們分享他的創業歷程和故事 軒毅你好 你好 可以叫你Bill 可以叫Bill 好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想要請教Bill 就是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創立這個Ware Study 那你的起心動念是什麼 Ware Study 的前身其實是我自己在歐洲念書的時候 就是我當時在德國把我自己在 不管是申請簽證啊 然後以及當地的一些民生服務 不管是可能電信、銀行、保險這些服務的時候 因為當時在查網路的時候還沒有太多相關的資訊 或者是你可能雖然查得到資訊 但資訊卻是四、五年前的 那可能已經不適用於當下的環境 或者是可能有些公司甚至已經倒了 那我當時就想說 那我要把我當時 當時最基本的想法 只是我知道之後一定會有學弟妹來問相關的問題 那我覺得那我就把它寫成部落格 他們之後問的時候我就說 文章寫好了 那你就去看這篇就好了 那我就不用一個一個回答了 然後再加上 學校那時候也有叫我們針對可能交換學生的計畫 回去要寫解案的報告書 那我覺得我先記錄下來之後 然後我再從文章看我就知道 我當時大概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所以他的前身比較像是這樣 但 就是累積到最後其實不管 然後加上我還會再去分享 例如我在德國留學 那我會去跟在英國念書的朋友就說 那你能不能也把差不多相關的內容也整理好 然後我們就是發在我們的部落格上面 然後因為大家有時候會想要寫 但是會怕寫了之後也沒有人看 其實有點浪費 那我們就說那其實大家把內容集在一個地方 那可能我原本自己只有十篇 那我們找了五個人我們就五十篇的內容可以 去給大家看這樣子 那 就是當初比較應該說起心動力就是這樣的想法 那加上回到台灣開始在準備碩士的申請的時候 也會發現 為什麼在碩士申請上面好像會遇到很多阻礙 或者是很多 明明好像就有問題 但是可能跟你承辦的機構都會跟你講說沒有問題 大家過去以來就都是這樣子做的 但是 我自己是會比較追根究底的人 我會覺得說 明明就不是這樣 為什麼你要跟我講就是這樣 我就沒辦法接受他給我的答案 所以開始會自己去 不管是問過去的前輩啊 或者想說 其實這些前輩給的 意見其實都很有建設性 然後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想要分享回來 我就開始去跟他們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後來到他們也願意接受一些採訪 完整的去記錄自己 包含可能過去是念什麼學校 然後當初為什麼會想要留學 然後以及 他在那邊發生了一些 不管是文化的差異啊 然後或者是學校的特色 以及他在進入職場的時候 他遇到了一些什麼問題 我們完整的去把這些東西記錄下來 去呈現給在就是台灣的學生們 那讓大家好像可以在沒有出國之前就覺得 我現在自己好像已經走過了一個跟這個人一樣的路 然後去參考 那我們當然會想要避免的一件事情是說 不要 就是 寫一條好像是覺得好像非常楷模的路 讓大家好像看到這個人 是怎麼做的 他自己就也決定要怎麼做 這是我們最怕遇到的事情 所以 例如我們訪了一個政大樓 我們就希望 我們訪了 去念同一個學校同一個科系的人 我們希望訪到五個不同 來自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去 分享這個經驗 讓大家可以參考說 一定會有一個比較適合你的 那根據這五個人不同的路 你是不是又可以 找這個人 你覺得比較適合你的地方 再結合這個人的另外一個部分 然後真的去調整出一個真的屬於你的留學計畫 這樣子 所以其實 Bill的起心動念只是想要分享你自己的準備 是 然後把這件事情越做越好 到後來就變成是 他好像可以幫助到這個台灣的留學生的一些資源 那就把它整合起來就是做了一間這樣的公司 是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 Where's Daddy 就是比較主要的特色 以及就是你們比較主要的服務內容跟產品 OK大家其實過去講到留學這個產業 大家一開始想到一定 就是我們就說我們是做留學計畫 然後我們是Well Study 大家就說你們是留學待班 就是 大家就是過去對於留學這個產業 其實沒有第二種機構了 就是講到留學那就是只有留學待班 然後不然就是留學考試的補習班 沒有沒有其他種機構 但我們不做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本身的盈利不針對學生盈利 就是你來問我們問題 或者是你要從我們這邊辦東西 我們是不會跟你收錢的 就是我們當初的最初衷想法其實是這樣 我們免費的提供你 我剛剛上述說的相關就是可能 不管是世界100大或者是財新500大的集團工作者的 一個免費的專欄 他裡面會有他完整的從大學一路到他現在在工作的 一整個歷程的分析 包含他現在的職場有什麼更新的話 我們也會及時去做更新 讓大家了解到最新的情況 包含現在可能因為疫情在國外的職場會受到什麼影響 我們也會去做一些追蹤的報導 讓大家知道 你如果還是決定要出國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樣在台灣可以先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在找工作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策略是需要調整的 我們會把這些內容免費的提供給大家 第二個就是剛剛所說到比較明深的服務 就是包含你在辦銀行辦保險辦電信 然後交通住宿所有的問題 你只要在我們的網站上 我們會盡可能去找到世界各地每個國家的相關提供服務的者 然後去跟他們合作 那我們跟他們合作的角色比較像是 我們會代表說我們是一個台灣學生的整體 那我們今天來跟你爭取一個對於台灣學生的優惠 因為大家講到留學可能會覺得第一個是費用很高昂的問題 第二個是不管是因為台灣學生可能在語言上面本身就不是英文母語 或者甚至是你在根本就不是用英文的國家來講 可能有會語言溝通的因素 然後再來是因為人種的關係 亞洲人在世界各地 本來就可能會遇到一些比較不平等的對待 那我們基於一個整體的角色 再加上台灣學生的總數其實是多的去跟這些公司說 那你有沒有要好好的來處理台灣學生的事情 那我們就跟他說 例如今天台灣學生有遇到一個什麼樣的申訴 其實他的同學可能不管是歐洲或美國同學 馬上得到解決 他的卻遲遲沒有要解決 我們就會 會去問他說 請問現在是怎麼回事 那你有沒有要好好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他之前如果是學生自己去問 他一定就沒有要理你 但是我們如果是一個經驗 所以那如果你們要處理的話 那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換其他家合作的夥伴 類似這樣的概念 他們馬上就會給你一個答覆去處理完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是以這樣的角色去 然後再來第三個部分是 針對於你想要去問留學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提供你一對一的資訊 就是你看完這些在海外 不管是發展的非常傑出的校友 或者是甚至他們現在還在念書的學生 你想去了解當地的生活環境 或者是你對於現在自己的一些選擇上面 你不確定自己是不是 不能說是正確 但你如果想要確定是不是符合現況的話 那你可以去跟這個人 直接去做一個討論 把你的問題直接問他 他可以基於他 現在可能在海外已經生活了 可能三到五年的經驗來跟你說 我依他自己的主觀想法 他覺得這件事情是不是對的 你自己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去 得到一個討論 而不是說留學代辦今天 在幫你申請的時候 他就說來 我們就來申請這十間學校 你就是造單權的時候 你也沒有去針對這十間學校 做一些很特別的功課 因為我們當初出來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有那種使命感 就覺得說 我們今天就是要出來打擊留學代辦 因為他們都跟學生收很多的錢 這樣子 然後又沒有提供什麼資訊 然後 但後來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既然存在 就有他存在的原因 不會說是他多邪惡 然後大家還是都要去找他服務 這樣子 我們後來對自己的角色定位 比較是我們想要補足 目前在留學產業裡面 沒有的一個區塊 就是留學代辦還是一樣去幫忙 學生處理他們可能在文書上面 在申請上面的一些 不管是書信往來啊 或者是一些文件上面 需要撰寫的部分 他們可以提供協助 但是他們在資訊部分 跟資源部分 比較沒有辦法提供協助 以我們的角色盡可能的 來幫台灣學生補足 不要變成是說台灣學生 真的很順利到了國外 但是卻有一個落差 沒有辦法去銜接上當地的生活 或者是沒有提前了解到 自己可能在那邊念書兩年 或者一年會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如果都可以注意的話 我們相信他是可以把這個 他在國外的時間去應用更好的 聽起來你們整合了蠻多的資源 那在這樣子的創業過程中 因為畢竟以前也是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那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是就是你覺得比較不容易的 那你後來是怎麼樣去堅持走到現在 當初遇到一個最困難的事情 應該就是說 我們現在合作的企業其實已經是 已經遍布16個國家 然後有55間企業 然後當初我們在做就是合作的想法 我們只會基於我們可能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大不了是我有在德國生活過 然後也有在當地跟一些企業接洽過 所以我了解當地的一個商業的習性 但你開始接觸到不同的國家 不管是美國或是法國 你會發現每個國家的人在做事上面 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套風格 然後你也不可能一一 你就是一個第一次跟他合作的人 你就想要去改變他的想法 所以後來可能包含 你可能要去找在當地有念過書的學生 然後甚至是你可能要再找當地的員工 來輔助你去達成這件事情 然後你要把你自己想要傳達的概念 透過當地人有辦法接受的方式 去跟他們進行合作 或者是甚至說我們 例如我們現在要到越南去設 越南版的留學計畫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要聘 可能當地也有華僑 也有是就是越南人的 然後我們就是要請這樣的員工 把我們想要做的使命 用他們有辦法接受的方式去傳達給他們 不是說我現在覺得 你自己覺得留學這件事情怎麼樣 你就要把這個想法去強加給那邊的人 這樣其實會有點失去他原本的意義 我們會希望調整成他們當地的版本 也就是像我們在台灣的留學計畫 我們做的內容是否 他從小到大在台灣長大 然後到了國外去生活的這些人 做傳達內容 我們不會想要把這樣的內容 直接頒給越南的人看 因為我們在傳達的文章是台灣人的成長背景 那越南人看了 並對他來講的參考價值可能有 但不會是太大 那也有可能會誤導他在某些判斷上面 他會有了比較就是錯誤的就是 潛意識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在越南 我們就會調整當地版本 所以在文化適應上面其實是 就是在創業初期蠻需要去適應的一件事 但我們可能透過不管是跟其他有在那個 國家發展過的創辦人去聊這件事情 然後甚至是我們可能要找當地的員工 然後或跟就是更多的去跟這些機構去深入了解說 你為什麼會去輕忽我跟你交代這件事情 才會發現他們原本沒有那個意思 只是因為原本這個東西可能在 例如在法國他們就不太重視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並不是針對你這件公司 而是他們原本在做事上面的態度可能就是這樣子 了解 所以其實跨國企業很重要的就是 美果的文化其實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就是 品牌印象是你希望透過Wheel Study 去給予大眾的或者是說台灣的一些 不管是你們消費者也好 或者是大眾 然後有沒有什麼樣的價值跟信念是你想要去傳遞 OK 我們留學計畫其實有一個slogan是說 你的留學路我們挺你 也就是我們不希望讓留學這件事情 變得好像他本身是有一個比較昂貴或者是 比較高貴這樣子的概念 因為像我們之前在流量開始比較起來的時候 我們在網路上就開始受到攻擊就是 有一些留學完願意回到台灣去創辦公司 在做他想要做的事情的人 我們在幫他訪談完之後 我們就會在下面幫他打廣告 例如他可能在開班啊 或者他可能在賣什麼產品 我們就去幫他打廣告 可能就有人開始在下面說 你為什麼可以把留學這件事情搞得那麼廉價 就是還要打廣告這件事 我們就說這沒有什麼好廉價 就是原本留學這件事情 他本身就沒有他 原本的說他一個性質是什麼 這些你可能覺得他高貴 可能覺得他就是要很 沽方至少這種感覺 那只是你自己額外去對於這個東西 有的一個先入為主的概念 所以我們會直接跟他們就分享 留學這件事情只是 你可能想要去體驗國外的環境 或者是你追求的職場生活 比較是符合國外的方式的話 你可以考量用留學這個方式去達到你的目的 但不是說 留學這件事情他就是一個什麼東西的入場券 或者是他就是你人生中的萬靈單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我們的角色會變成是說 不管是在資訊上面或者是資源上面 如果有我們可以幫助你的地方 在你要去達成留學的這最後一禮物上 我們可以提供你你需要的幫助 然後但是我們不會變成說 我們就鼓勵去留學 而是我們可以盡可能的用我們這邊的資源 跟我們這邊有的資訊去幫你釐清說 你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去留學 或者是說你這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現在留學 你說不定去多體驗幾年的職場生活 真的了解到自己目前還有技能上面的不足 然後甚至是你可能待了這個產業兩年才發現 我根本就沒有喜歡這個產業 那要再去調整成比較適合你的方式 說不定因為對於每個人來講 他是有自己最合適的方式 因為留學這件事情上本來就沒有說一個是 絕對對的道路 所以我們希望是達到一個城旁輔助的角色 在幫助台灣去實現他們在留學上面的計畫 這樣子 了解其實還是針對於個人想要的人生目標 對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具體計畫是你未來三到五年 預計要執行的 或者是說最終的願景 你會希望就是We are study 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像我剛剛有講到其實我們原本從 原本打算是今年六月就想要在 東南亞設第一個分公司 然後可能年底原本就是計畫 要到歐洲去設分公司 但是後來因為疫情就是大家沒有想到 應該說去年的年尾已經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但沒有想到可能會來了這麼嚴重 所以我們就這些部分就是開始慢慢的暫緩 以及開始的要去調整說 是不是可能歐洲的留學還會有這麼大的需求量 那這些都是需要去重新評估的 但像我們現在開始恢復了 我們也開始在越南開始爭彩的部分 那我們就會計畫去越南成立一個當地的版本 然後開始可能從越南啊 泰國馬來西亞 然後新加坡 然後柬埔在一些 留學生數量的基數是夠的一些國家 開始去拓展我們的品牌 然後希望可以幫當地的學生也去 去普及他們在留學上面的一些資訊 因為我們在現在做的過程中 是為什麼我會想到說我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一個最主要原因是 現在其實很多東南亞的學生 即使他們看不懂中文 他還是要把我們的內容翻譯成 他們當地語系的版本去看 就是用Google翻譯去看我們的文章 我們就發現 其實是各個國家都有這種需求 他們都希望去買 甚至是有些歐洲其他國家 要去德國辦銀行的人 他也是會來看我們的文章 原來其他國家沒有這種 把自己的經驗分享去傳上網的這種做法 然後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可以去做當地語系的版本 甚至是除了翻譯現有的文章以外 我們可以去針對當地所需要的內容 去提供給他們這樣子 然後我希望最後 因為我們在做東南亞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後來也受到 Facebook新加坡總部的邀請 去擔任他們在教育資訊 這個領域的相關合作夥伴 在我們進去之前其實是 在整個亞洲是沒有做相關 就是在教育的領域 他們沒有邀請其他這樣子的夥伴 對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個蠻難的機會 會讓我們想要發展東南亞 甚至是之後到日本、韓國這樣的經驗 我們也是希望 整合所有亞洲各地人的一個 在教育上面跟在職場上面的一些 傾向然後結合當地文化的一些問題 去做一些數據跟資訊 因為畢竟現在大數據的運用 其實已經越來越純熟了 其實我相信 我們是想要去實驗一件事情 就是某一些人格特質上面 跟他最後適合做的工作上面 是不是可能會有正相關 那我們就可以幫助去 包含可能去調整在教育上面的制度 或者是在升學上面的一些考量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及早可能 包含我們現在有去跟 開始接下高中的補習班 我們希望在高中的時候 我知道我當初坐在台下的時候 今天有一個人來跟我講說 我要在大學的時候就開始思考 我在職場上 要開始思考職場要做什麼 他們一定會覺得說 我不想理上面這個老人在那邊跟我表 所以我們也只是想要 例如去傳來一些比較有趣的內容 包含可能他在國外做什麼樣的職業的分享 然後可能他們一些比較有興趣 他們可能在玩手遊的一些品牌 去請到在這邊工作的員工 來跟他們分享他自己在工作 就是用他們有興趣的內容 去跟他們現在的生活做個結合 只是把一個潛意識灌注在他們的心中 覺得我在大學可以開始想一下 我可能要幹嘛 但我們不會 就跟他們就是說 你就是要聽我的這樣子做 這樣才是對你最好的 因為我相信那樣的溝通方式是 對他們沒有效 然後包含還有回到可能 大學去做公益的講座 也是幫台灣的學生去釐清到 質疑或者是在留學上面的一個選擇性 你真的如果要選擇這兩條路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的去評估這件事情 然後以每個人的角度 你可以用什麼樣的指標去思考說 這件事情對你的意義在哪邊 我們希望去根據每個課程去做到 我們把我們現在目前手上有的數據跟資訊 去跟他們做一個共享這樣子 了解 那最後想要請Bill就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關於創業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樣的資訊可以帶給 就想要創業 然後可能想跟你走相同產業的朋友 OK 其實創業這件事情在大家看來 可能都會覺得是一個門檻非常高 在我自己親自做之前 我也是覺得是不是要砸非常多錢啊 這樣子的 當然情況下可能也是 真的是這樣子沒有錯 但是其實在國家在每個城市 然後每一個不管是教育部 勞工局 工業局 每個相關的局處單位下面 其實都有提供很多的計畫去給想要創業的人 去做一個最小風險的申請 也就是不管是像 台北市政府可能有提供的計畫就是 你今天出100萬的計畫 你可以來跟我們申請200萬的經費 就是台北市政府也出100萬來支持你的計畫 如果你的計畫可以省額通過的話 然後像是教育部也有U-Star計畫 像我們去年就是U-Star競賽的第一名 然後我們拿到的總獎金 就也是將近120萬左右 然後他們裡面也是會請 像我們在台方科技大學的育成 他們就會請很多不管是法律啊 會計啊相關的資源來幫助你 就是完善你現在在企業裡面需要的東西 因為我相信絕大部分的創業者 在做的創業內容的時候都會一頭腦的栽 在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就是像我可能對內容對留學人有興趣 我對你問到我這個方面的東西 我就是都可以回答你相關的答案 但是你今天要跟我講財務報表 或是跟我講法律的時候 我就會可能回答說你在說什麼 我不清楚這樣子 但是身為公司的管理層 你還是對於每個方面 你都要有一些部分的了解 所以我覺得像現在的很多的創業的 不管是競賽或者是在育成機構 都做了很多相關的輔導 然後他們也不會覺得說 你不是我們輔導的單位或者是企業 我們就不提供你相關的服務 像我們最近有在接下包含世界最大的加速器 就是Techstars 然後還有像可能中華開發這樣的加速器 我們去跟他們聊完之後 他們都可能都會覺得說 你們現在在投資的階段 還沒有到我們可以出手的最低進去 因為他們現在可能 投資都是三千萬台幣起跳 那我們本來就沒有要那麼多的錢 他們就覺得說 那我可以幫你們轉介可能比較小型的天使投資人 或者是甚至是說 我們現在可能跟Line或跟什麼機構有合作 我覺得你們現在在做的東西是他們會有興趣的 他們都很樂意去幫你轉介 因為他們看好的是 你這個東西未來如果發展到他們可以投的那個規模的時候 那他當然很樂意來投資你這樣 所以我覺得台灣在創業這個圈子其實是蠻友善的 甚至是你可能只是有一個創業的計畫 其實在很多的學校他們都會辦那種微型創業的 當然就是你他會你只要通過審查 他就提供你一筆可能20萬30萬的預算 去把你現在想要做的東西 實際上跟透過跟實驗室的產學合作去做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真的在過程中了解到 你現在在想要的這個idea 是不是真的跟事實是符合的 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做出來 那我們周邊其實有非常多的團隊 也都是從這樣子的階段上一路一路發展上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很多資源其實是藏在大家的周邊 只是你有沒有去發覺或去問看看 其實你只要到你現在在念的大學 或者是你現在所居住的城市的 你可能就找可能台北是創業就會有很多網站 或者甚至是北科大創業台科大創業一定就會有很多的資源 是你可以去查的到這樣 所以其實並不是說我今天可能真的非要準備個兩三百萬 這件事情才能開始 當然這個是一個開始比較穩妥的方式 但是他不是唯一的方式這樣子 了解那謝謝Bill就是給我們一些就是新的角度 跟就是新的資訊 那也很開心今天可以跟你聊聊 就是關於可能流血的這部分 就是有這麼多的妹妹嘎嘎 還有很多的就是資訊 那謝謝Bill就是非常棒的那個 OK 謝謝 好